现在谈到啊就是这个不管是无土栽培还是有土栽培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浇水这方面 有些朋友呢有空闲的一个时间呢才会去进行这个浇水 实际上呢这点很不对啊很不对 这个浇水呢一般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就是放到这个上午的时候啊 基本上就是9点左右啊你开始浇 因为这个时候啊大旁的这个温度呢 基本上就能上到25度以上啊到28度之间 在这个时候去进行浇水呢比较好 咱们呢千万不要放到比如说中午或者是下午啊 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相对比较高啊 如果这个时候浇水呢很容易导致椰片的一个翻卷啊 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直接影响这个光合作用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咱们在下午浇水以后啊 比如说像种植这个啊一些瓜粒啊或者番茄 那么番茄呢如果湿度过大啊 如果湿度呢都达到75%以上了 或者70%以上了 在早晨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灰霉病啊 这样的一个病害的出现啊 如果说咱们种植瓜粒呢又很容易导致啊 这个双霉病啊或者是一些细菌性的一些把斑 或者是脚斑啊这样的一些病害的出现 所以说最好的时间呢咱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放到就是这个上午啊 9点左右啊 开始去进行浇灌啊 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